剛剛的東西,就是在這邊按Enter 主要是空白加底線 等於是把兩行變一行 就這樣,其他都不用改 所以呢,我們後面就是資料剖析 那我本來是想說用VBA從頭到尾再慢慢去切啦 不過我發現倒不如用什麼 用一個叫資料剖析 那資料剖析我用的方法是 油標放A1,Ctrl-Ship向下 然後裡面的話有一個就是資料 裡面有一個資料剖析 那剖析的話是分格符號 是豆點的話,所以把豆點打勾按下一步 那其實都就是按完成就可以 把它蓋過去嘛,可以按確定 然後呢,它欄寬不對對不對 所以最後再把欄寬怎麼樣 你全選一下 然後把常用裡面的自動調整欄寬 按一下,這樣就OK了 那本來我是要用自己寫程式慢慢切 後來我發現好像 不然就是先錄字去集 直接套用就好了吧 所以最後其實就加一個動作 就是把剛剛的動作彩排一下 再開始錄製 錄製完之後呢 我其實我每個都有一個版本 所以我建議你每個都加一個 把後面加一個底線 什麼東西 那最後我是多加一個叫call 資料剖析 因為你錄完之後的那一段有沒有 實際上它就是會是一個sub 聚集就是一個sub 那你就是將來有沒有 就用call 它 它就幫你把它剖完了 那其實沒有變 就多一個資料剖析而已 就這麼簡單 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 我其實這邊只有用錄製劇 產生這一段而已 當然可能它 不一定放在下面 它可能錄製的時候它會另外幫你產生一個新的模組 沒關係 你把它從另外模組剪下貼到下面不就好了 就這樣子而已 OK 所以並沒有很複雜啦 因為時間的關係就沒辦法demo了 所以 後面的東西就請各位回去 再把它稍微再做一下 這東西說真的真的 沒有多少 但是 細節 還有很多你一定要去實作 你如果沒有實作 你可能沒辦法體會 很多東西 當然你們看到是一下子 幾秒鐘就看完了 對不對 那實際上可能我 花了很多時間 所以其實那細節啦 我是建議各位回去可以再試做 因為我們只剩最後一次上課 所以在下一次上課也許會針對 工作部 剛剛講的 也許把工作表輸出成工作部 可以分割 然後呢也可以再把它反回來 大概也許把重點放在這裡吧 那 至於有其他的如果 可能就不然 自己再額外發問吧 不然沒有時間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另外可能有 我們這一班的程度其實落差也蠻大 因為我有講過 其實我們這個課是有前面的一個課程 所以如果你前面那個課程 你沒有基礎的話 你來上這個課一定會上的很辛苦 不過 我覺得也沒關係啦 至少我都有留下東西啦 你只要肯願意花時間 那慢慢也許你再把 前面的東西再補上 我覺得慢慢慢慢你會越來越有感覺 越來越知道說怎麼樣在工作裡面 把這些東西 融入進來 進而 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那所有東西都可以自動化 那也許 將來你就不用去擔心資料量多啦 只怕沒有資料而已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請各位再試試看 那最後完成東西 雲端上都有啦 OK 謝謝 謝謝